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公子 灰龙 看来这个实验室也并不大吧 那你们要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 是那头龙 这么说你是灵修 不要把头探出来 现在还很危险 灰龙 我没事 刚刚的是什么 不知道 应该是陈柴良的异能之一 还好有这个洞 谢谢你又救了我 依然能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就逃出这个研究中心 狗屎运真好 不知道那小子还有什么能力 不过量他也没法这么快就离开吉渊岛 话说这就是盘古怪兽的实力吗 还真够丢人的 只要把我马头按到身体上 我会告诉你吞噬能力的秘密 小心吧 早已在海上布下了天罗地网 开始坠落 各单位注意 怪兽正在下落 处六艘军舰 包抄怪兽 遵命 怪兽通路方向少有偏移 运气在武士海里的西南方向掉落 左板舵 全速前进 捕获查准备 你击住目标 你确认捕捉怪兽 下一步行动请指示 基地已崩溃 基地已崩溃 你确认捕捉怪兽 下一步行动 看得漂亮 刚刚那一下好像用力过度了 把整个研究基地都搞砸了 不是吧 这是什么怪物啊 这可是一百顿怪兽 都不可能突破的研究室 凌大侄子 顺着血的气味 还是找到了你 你的成长着实让我惊讶 但接下来要面对的 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个地下研究室即将塌方 集园岛也已经是摇摇欲坠 再过不久 整个岛屿都会化为 那头怪兽的身躯 祝你们好运 我是陈台梁 情况已经收到 接下来 载着那头怪兽 全力朝漩涡中心进发 您说什么 该朝漩涡进发 可是 喂 黎祖 漩涡离开 高阳与狼的厮杀游戏 正式而起 易兽弥城 每周三周六公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人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人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